慈禧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个环节,可以说是繁琐至极,可是此后慈禧的宫女们却不会因为这件事繁琐而觉得倒霉,反而因为他们接触到了一件物品而感到开心。 这件事就是慈禧洗澡,大家都知道慈禧是一个奢侈腐败至极的人,他洗澡当然不会像普通人那样随便洗起就得了,没有两个三小时绝对不算洗完,首先就是准备工作了,给慈禧洗澡是要培训的,而且还要成绩突出的学员才有机会给慈禧洗澡。 等到洗澡的时候,选出来四个宫女,别说服装了,就是辫子的纹路都要一样,可以说除了脸长的不一样之外,就没什么不一样的了。 之后在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之后,就要请慈禧洗澡了。 四个宫女往内衣柜,请她脱衣服,弄得好像她自己不愿意一样,之后慈禧进她的专用浴盆,然后往她的一个椅子上面移坐,这椅子可真就不一般,具体哪里不一般咱们之后再说。 然后就是洗澡的过程了,慈禧洗洗澡不泡澡,也因为没有淋浴,所以只能用毛巾擦。 慈禧的这个毛巾不说价值千金吧,但是也绝对不便宜,而且每次都会用四重,一共能有了一百条吧,而且每条毛巾上面都会有用金色丝线绣的金龙。 各位就能猜到在那个只能手工往上秀的年代,这一百条毛巾值多少钱了吧,然后就试擦,四个宫女擦的动作,幅度还有频率绝对要一模一样,不能有一点偏差,而且擦完之后,这毛巾就算是可以丢了,因为慈禧觉得这毛巾用过之后就脏了,绝对不能再用第二次。 而这毛巾慈禧不稀罕宫女们稀罕呢,于是她丢掉的一般,都是给这些下人贪慕了,可能赚得比自己的薪水都多,从毛巾上面就能看得出来慈禧多么的腐败。 她每洗一次澡在这小小的毛巾上面,就起码要花掉上千两印子,可见满清王的不愿意,上文说了她的椅子不一般,哪不一般呢? 上面每条腿都刻了两条龙,一条冲天一条冲地,按照比较泥性的方法来说,这叫困龙,会散发出来锐气,能够延年益寿的。 而宫女喜欢服饰慈禧洗洗澡有两个愿意,一个是慈禧洗洗澡的时候容易开心,一开心就会赏好多钱,再一个就是这困龙,毕竟那个时候的人们比较愚昧,而延年益寿这种事,是没人能拒绝的不是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咏,订阅咏,订阅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